因為後面我們都沒看到 但是你要顧慮到後面人的觀感 要不後面人都很失望 看了你的背影之後 忍不住的一定要去看那邊 就會搶要來前面 然後跟你聊天 所以大家記得背影是需要一朵花的 所以桃花朵朵開 所以我建議大家明年春假 真的要把自己亮起來 那種不景氣、郁悶的 那種心情全部拋掉 你就讓自己很開心 然後很亮的感覺 然後你覺得充滿了希望 人家會趕快找你去工作 或者你有很多機會 工作機會 又有人問到一路說 一路都主持很多行銷節目 你怕不會被定型 其實我不會怕被定型 因為我太喜歡旅遊節目 就倒數到 因為很多地方就像 包括老師的故鄉我都去過 如果我今天不是做這個工作 我想我可能沒有辦法認識這麼多 謝謝 謝謝 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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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